中華人壽香港超級聯賽 星期日來到香港足球會足球場 由港會迎戰進鋒 作客港會地獄球場的進鋒 這場開局看得較為主動 二十二分鐘禁區頂罰球機會 帕保羅操刀直射彎過人場 可惜緊緊告出 四分鐘後 新家民進鋒的阿根廷中場列卡道 禁區外一腳遠射 不過就處邊出界 三十九分鐘輪到港會發位 周梓謙傳入中路 李小幸再加橫 到匹馬第一時間的起腳 還未彈出 雙方半場烏無紀錄 港會換變後率先入局 福寶羅禁區內被踢跌 球證直至十二碼點 但這位港會頭號射手 自己躁到言客 被林俊傑捉路撲出 錯失黃金機會的港會 很快就遭到懲罰 六十八分鐘 劉君正開出角球 葉卓文同頭一搖頂入 為進鋒打破疆局 港會八十九分鐘 還有非道化 因為侵犯廢利普薩 兩黃一紅備足離場 不過打笑一人的港會 未到最後一刻都沒有放棄 保時階段最後一擊 悶將輝策殺入禁區 接應角球倒掛射入 為港會臨完場前 辦成平手 最終港會以一比一 和進鋒握手嫌禍 最終港會以一比一 和進鋒握手嫌禍 早就念了 一輪拔 都要快要進鋒 走 很快要進鋒 走 走